人们的民谣词条 就这些人 这些个名是说咱们老虎藏的 你到博物馆转过吗 他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什么永乐宣得大瓶大罐的 主大民谣的 人家都在梦里带着呢 你把这些东西先看 你知道大概有些啥 你起码就有一个框架 你不会偏提偏的太多 是这道理 还是这些了 这都是民谣 零带晚西 这应该是明末清初 这能搬腻的 这明末清初的 这都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 成天开始玩了 把这看得快看烂了 这里都是好东西 康熙的 顺制 哎呀我错了 顺制不是吧 这应该还早有带按课 我重真靠吧 这东西 是吧 各位同行们看一下 但他标的顺制 这顺制 但我认为那个带按课应该是重真 哇 这种东西拿到拿出来啊 搁到这个开卖会 这边的都是下山的下山 厉害 这康熙的 五彩佳金 看这 这都厉害喽 五爪龙啊 官瑶 康熙的大盘子 皇帝三彩龙文折眼盘 官瑶 鬼头龙 郎虹 大鸣鸣鸣 康熙 郎虹 郎虹是祝寿师 给康熙皇帝祝寿的 然后郎亭吉弄出来的祝寿师 黄又花瓣 这带按课的吧 哎呀 我这个照不清了 他应该带按课了 带按课的 这都是康熙的碗 这种东西有的市面是见得到 但现在这东西好贵啊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这种 十字厨 草龙 我很喜欢这种 这个发色就比这个好 咱也是在博物馆胡秋吐槽人家东西 我手机快没电了 快一点 这都是官瑶 蓝蒂绿龙是什么菲子用的 反正他级别低啊 他级别低啊 这也是蓝蒂绿龙官瑶 这也官瑶 这是什么 这应该也官瑶 黄龙暗刻五爪 鬼头龙暗刻 十二花神 青花的 我在那个成都建了一个五彩的山花神 哇 这鱼盘 激动神没点啊 真漂亮 大家看他这个水锅 非常有力度 我站这边给大家看 给藏友们看 也给自己看 学习一下 你看他那个水锅非常的有力度 一道一道 然后呢 他又不是那么特别平行 是这么有感觉 再一个你看他这个材料很有胶质的 像胶原 你感觉能抠下来 这就是他一些真品的特征 但别人死理 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发达 哇塞 看看神武啊 康熙红柚暗刻太太哥 把这个垃圾奶上看下他的口颜 柚子的质感 对吧 还是这种感觉 我喜欢是这样子的 神武 骨彩麻骨线瘦铜环 在书上念过 啊这个漂亮 这个真漂亮 动物清 科尔云文水鱼 这是个水鱼 真好 我看看他的口颜 还是这样子 丹球饼 踏海麒麟 这叫什么 开光海兽图 胆瓶 这是 鹿鹤图 鹿鹤同村 这种东西能见到 蛮独子的 手机要没电了 快速过一下 这是把什么 文片柚 这怎么叫文片柚呢 这就官柚吗 什么叫文片柚 绿柚 花文盘 这都雍正的 哎呀 同志们呀 手机要没电了 这咋整呢 这这路到哪算哪吧 不能完全没电 一会出门还得 还得回酒店 哎呀 这鱼狐春 真漂亮 那么口颜 这红烧的真好 这也漂亮死了 我的妈 庸正的 这鱼狐春 这种东西咱们是能见到的 是市面上能见到的 庸正的 这种就见不到 我没见过 我反正没见过 很轻油暗克 这也很少见 鸡红碗 这种是能见到的 咱有时候真的有一些藏家 或者商家收益 他有这种东西 而且这个庸正的鸡红烧的真好 我的天哪 这种 拍卖会见的 哇 这怎么定个庸正呢 这我觉得是康熙 外销大罐子 这也都只能在拍卖会见了 庸正仿永轩的这种 蝉之莲 咱蝉之莲选手也有高级货 买不起归买不起 他也有非常牛排的东西 这也是庸正仿那个成化了 这是 是仿成化的 哎 也是仿宣德 这就是茶叶茂釉 还没有咱要看一下它的口颜 然后 它这种自然的这种流淌感 或者它的肉质 你看它肉质 其实 它肉质不是那单色 它不闯进的 它里边有一些这种小飞点 小的结晶单 手机没电了 草草录一下吧 残龙爷的生命 大家有机会 可以自己来景德镇的这个 中国陶瓷博物馆转一转 很有意思 很有收获 看看标准器 找找标准 找找标准 去 COB